謝謝小瘋仔的新耳送 羊熊 謝謝阿努娜奇的新指館 不好說 怎麼了 大家好久不見 是不是太想Mina了呢 我也很想你們 雖然 雖然最近比較沒有直播 謝謝羊鼠的新指館 也不是最近沒有直播 這兩天沒有直播 然後 大家還是有記得幫Mina投票 Mina很開心 7人5安 綜合喵喵 好久不見 蘿莉郎5安 謝謝蘿莉郎 小千5安 謝謝羊鼠的咖啡豆 蘿莉郎還在上班 好喔上班加油 謝謝哈哈的新指館 消嫌五安 這次有努力投票 我看到 我看到你們怎麼努力投票 我真的好感動 真的很謝謝大家 就是 因為我昨天 上去下午的時候去看過一次 好像那時候 那時候四萬還五萬多票 其實我已經覺得很厲害了 就是 比 比預期 比我預期的厲害了 然後結果突然到 晚上的時候突然就 就 衝到七萬票 我就覺得 哇大家 大家也太努力了吧 就很 很開心 但是我也很怕 大家會不會又要吃土了 謝謝富偉哥的草莓 強德森叔叔無安 謝謝茄子的草莓 小葉小葉無安 你們都超緊張 搞得我也很緊張 反正吃習慣了 我也吃土司吃習慣了 不過今天 米娜比較早起 弟弟 謝謝富偉哥哥 不 哎呀我輸了 謝謝茄子的草莓 進哥五安 姐夫五安 你們 你們都吃土司 我今天早餐 已經吃過土司了 今天比較早起 所以 等一下 現在還沒有很餓啦 所以可能等一下 十二點半 再開始煮 還沒這樣 五安 倉鼠感覺今天 特別開心 特別可愛 當然開心 無憂都在哼哥了 很感動 很感動 謝謝大家 我知道大家現在都 精淺 大家都精淺 所以今天米娜來發紅包 謝謝孝賢的新之冠 木海雷五安 謝謝孝賢的新之冠 雖然米娜沒有很多 歐卡捏 沒有很多曼妮 可是 還是 這還可以發幾個紅包給大家 梅克金專課應援賽 預安收集了多少成員的應援賽呢 謝謝阿基拉的新之冠 今天的米娜好冬季戀哥 什麼叫好冬季戀哥 這個衣服沒有很保暖 其實 就是 那種 一般 寶藏秀 今天的天氣 帥涼爽吧 就是一個寶藏秀 剛剛好 謝謝 歷程的LOVE 謝謝叮噹鼠的新之冠 為什麼在廚房等一下要煮午餐 可是 我現在還沒有很餓 所以 先跟大家 聊聊天 還有謝謝大家 這幾天 這幾 這幾個 這幾天 一直努力的幫Mina投票 無憂都開心的唱起歌來了 謝謝酷弱弱的櫻花語 威魯啊 哈囉 玫瑰 有到兩週嗎 快要兩週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無憂真的好可愛 國書是不是覺得無憂可愛 Vina不可愛 那首是無憂的主題曲 真的假的 無憂有主題曲啊 謝謝家豪的Kiss啾啾 10天的戰鬥 好可怕 有沒有覺得 回到當初那個 征選投票時期 每天都看自己的票數 謝謝阿努娜奇的櫻花語 國書只是喜歡短髮 那Mina現在的頭髮是不是太長了 Mina現在頭髮是不是太長了 所以 國書不喜歡Mina了 我最近有點想去剪 但是就可能不會剪很多 就想要稍微打薄一點 因為 之前是這種 我之前這麼短嘛 就是那種 那叫什麼 包脖頭 就頭髮很厚 因為我頭髮真的很多 所以最近很想要去打薄它 但是我不想要太短 因為也有點想流長 是不是好矛盾 黑哥無安 修一下 但我就很怕修一下 到時候修太多 因為我每次 我一開始就沒有要剪短 然後每次就說 幫我剪到差不多肩膀的長度 然後一剪完 這怎麼在肩膀上 對啊 所以我有點擔心 就不敢剪 我心想流長 可是我現在頭髮太厚了 夏天到了 就很悶了 我想要打薄而已 不想要剪太短 阿姨多幫我剪 阿姨是不是不想要我花很多錢 就是 一直去剪頭髮 阿姨知道Mina沒有很有錢 所以一次剪多一點 你下次一年後再來剪 留了一年到這邊 然後再剪到這裡 就不用一直花錢去修頭髮 哈囉柚子家 午安 Mina想留到什麼長度喔 我覺得到鎖骨吧 我現在已經快要到鎖骨了 其實現在這個長度是 我覺得在 差不多現在這個長度 是我蠻喜歡的長度 因為我其實後來發現 我沒有很適合長頭髮 我自己覺得啦 也不是說不適合 就是 短髮看起來比較有精神一點 比較有精神一點 而且現在就 蠻流行到鎖骨的這個長度阿 只是現在頭髮太厚了 所以想要稍微修剪一下 感覺我沒剪多久又長了 其實我頭髮真的長得蠻快的 我頭髮很多 不過 又很厚 短髮比較巧 我自己覺得短髮好像比較符合我的個性 就是長頭髮的時候好像 給人家比較 外表上面嗎 比較姊姊的感覺 可是我一講話 就不是姊姊的個性阿 就是感覺現在這個樣子 比較符合我的 人 我的人設 你們懂嗎 所以 無憂為什麼是短髮 真的那種 妹妹的感覺 謝謝玉安的新之冠 雙眼無安 營養都被頭髮吃掉 沒錯耶 這麼覺得 我明明就吃很多 可是 可是都長在 頭部以上吧 就是 我的身體真的太 太瘦小了 太瘦小了 營養全部長在頭髮跟臉頰 對養分都在上半身 都在上半身 分配不均 長髮也像妹妹 那是因為你們已經太了解我的個性吧 你們已經很熟悉啦 Mina的個性就是這樣 長在頭髮 但是這樣也有一個壞處就是 其實我是有懶一點點咖啡色 不是很明顯的那種 但我其實覺得 我也不適合懶太那種 就是像韓國啊 就是很流行那種 五顏六色五彩繽紛的頭髮 就跟每個成員髮色都不太一樣 但是細的話 通常比較偏好黑髮吧 頂多就是 懶一點點咖啡色 那我 有一些人是黑髮控對不對 但是我不得不懶的原因是 因為我頭髮真的很多很多 所以不懶的話 會整個人看起來更沒精神 就是很厚重 是因為我頭髮太多的關係 所以我一定要 稍微懶一下一下 就不會看起來那麼重 但是如果我懶 太淺的顏色也不太適合我 就是會 怎麼講 好像 顯得 人很黑嗎 就是懶前的髮色我覺得 就是白 白皮膚的人懶沒有問題 品行可能可以試試喔 無憂十五歲 唉呦比Mina年紀還大 Mina才五歲 謝謝Akia的鳳梨 你們一開始認識我就懶了 所以如果我突然懶黑的話 你們可能還比較不習慣 是不是 但是我以前 超久才懶一次頭髮 可能半年才懶一次 就是我的黑髮已經長到這麼多了 現在的話是 現在的話是長出 它會兩三公分就會有點受不了 想要去懶 謝謝Akia的鳳梨 但是因為之前爭選也沒什麼事情啊 就是 就一般人類來說 有布丁頭是 就是還好啊 就是可以繼續給它長 可是 如果要上節目還是什麼 就是 長布丁頭是不太好看 所以就不得不去懶喔 不過我懶頭髮我好像 其實我大部分都是自己懶 因為去外面懶也是很貴 謝謝茄子的新知貫 一般人類的 Mina不是一般人類 Mina是偶像 謝謝茄子的新知貫 哈囉食軍團 午安 下次要懶藍色 小瘋仔 是一個會懶特殊色的人喔 看不出來 藍色 要懶藍色真的是要有勇氣耶 因為 就出門就是會很顯眼啊 如果我有一天懶了一個特殊色的髮型 那我一定每天都要化妝出門 不然會覺得很不搭配耶 懶藍色的話可能 男生可能要穿得比較潮一點 還是男生沒差 懶藍色還是可以穿藍白拖還有吊嘎出門 可是怎麼覺得看起來會有一點屁屁的感覺 懶綠色才是需要勇氣 男生 懶綠色 懶綠色 懶綠色不管男生女生感覺都不是很好耶 是不是很少人會去懶綠色的頭髮 很好奇 Mina的人色是什麼 Mina的人色應該是 應該是倉鼠 人色是倉鼠聽起來好奇怪 人色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我 比較 比較 坦率吧 我覺得我的個性比較坦率 然後也有一點 天真 這是天真喔 不是呆 絕對不是呆 是天真 然後 有一點帥氣 大概是這樣子 知道吧 知道帥氣的部分吧 要拿劍劍沒出來嗎 就是帥氣的部分啊 大家4月30快到了 因為上個禮拜就一直拼命在 每天都在宣傳那個投票活動嘛 所以就 可能大家會比較忘記 4月30號就是這禮拜四喔 竟然已經27號了 禮拜四晚上8點 大家要看那個 Longlife Longlife 就是現在 你正在收看的是Longlife 但是不是在Mina的頻道 在AKB48 TimTP的帳號 對對對 看我們的演出 樂團演出 然後我們會 手寫 信 然後折存紙飛機 送給粉絲 然後 要怎麼拿到這個紙飛機呢 就是要在你IG發文 IG發文 然後標註的Puzzles Go 然後我們就會從裡面抽 抽數位 數位觀眾 我還沒有 我好像還沒有發文 我這幾天來發一下好了 因為之前就是想要專注在投票活動上 所以就 比較少在宣傳樂團的事情 不過樂團也是很重要啊各位 謝謝Akira的鳳梨 Mina寫了幾張啊 Mina寫了 好像 三 抽三 三張嗎 好像三到五張吧 謝謝Akira的鳳梨 我是數位俗 Digital mouse 有沒有 英文很好 比較喜歡類比心 好 突然 突然講一些電子 感覺不少 對啊所以中獎機會 感覺蠻高的 一個成員 如果 我們先賺最少三張 一個成員最少三張 的話 至少抽出15個觀眾 Mina數學好好 35 15 至少抽15個觀眾 可以獲得 手寫卡片 手寫卡片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我之前有說過 我很喜歡收到粉絲的 手寫信 就是 就是小小的心意 可是 至少比起 就是 我們都說文字是沒有溫度的 可是手寫的話 就是 好像可以感覺到一點溫度 哈哈 偶像的手寫卡片 會開心到 飛起來 我也很喜歡卡片 謝謝超哥的咖啡豆 對大家要記得標注的 Puzzles Go 哈馬哥武安 手寫卡還要放在防潮箱 喔對耶 不然那種卡片 我以前小時候有那種 卡片放很久 就拿出來發現 好像被那個 疏蟲之類的 就是有鑄掉一些 然後後來也是丟掉了 以前小時候都會把 人家送我的卡片 全部都 全部都留在一起 就是想說要留著嘛 然後結果發現被鑄掉 發現太難保存了 所以 線動只有24小時 所以要發文啊 而且要是公開帳號喔 字很醜還是寫 強大聲鼠多的字 哪會醜啊 你們這些人 都覺得自己字很醜 然後就 就不寫卡片了 但是字是可以練的嘛 而且 沒醜 沒醜就不是你們說的算 Mina說的算好不好 沒醜是我定義的 我說好看就是好看 最喜歡你們的手寫的卡片 而且你們 你們現在要多寫卡片 我說有空的話 可以多寫卡片 因為 大家投完票都沒有錢了 所以 所以寫卡片不用錢 還是你們連Apple紙都買不起 去那個 哪裡會有廢紙可以拿 用廢紙的背面寫信 給我也可以 寫信很害羞 寫信有怎麼好害羞了 只有我看而已啊 盒子加乾燥機會比較好 來不及了 我卡片已經被丟掉了 以前是同學寫的 你們現在寫的卡片我都有留著各位 我都有留著 我都有留著 目前還沒有被鑄掉 我會好好收藏 可以放在大樓下嗎 有支數不請 還是你們埋在 埋在松菸的樹下 Mina自己去挖 欸欸 平中信 平中信 平中信之所以可以保存那麼久 就是因為它真空啊 它也沒有真空啊 但是就是 放在那個瓶子裡面 所以 信才可以保存很久 20年後 Mina去那個松菸的樹下 挖挖挖挖 挖我的那個平中信 這是我20年前 我的粉絲寫給我的 它現在已經 已經 已經已經是一個老Coco了 好感動喔 平中信 石光膠囊 喔對啦 石光膠囊 你們有沒有寫過石光膠囊 我沒有寫過耶 以前 我記得以前我們畢業前同學 就在說要寫石光膠囊 埋在學校 然後結果 大家講一講最後都沒有 大家最後都覺得好煩喔 懶得寫 所以都沒有實踐過 我 松菸的樹下真的太多東西 就是啊 連iPhone都挖得到 Mina第10粉絲喔 喔 對耶 你們不老20歲 20年以後 你們也不會變老Coco對不對 埋在小波塊 謝謝本玩的新知貫 謝謝本玩 宥泉晚安 宥泉晚安 20年以後20歲 你們現在剛出生是不是 剛出生就看我的直播 剛好我也是個嬰兒 我最會是什麼 就是嬰兒語了 我們現在都用嬰兒語對話好嗎 哇 哇 哇 我們用嬰兒語溝通 20年後你們40幾歲還 還不是老年人還是壯年 正直壯 哈哈哈哈 Mina抱 剛出生還不會講話 對啊連爸爸媽媽都還不會講 欸你們還記得自己 第一次叫的是爸爸還是媽媽嗎 一般小朋友幾歲才會喊爸爸媽媽 幾個月是不是就會了 對剛出生怎麼會贏喔 屏屏夢夢啊 二十年後才36歲 所以小豐宅今年才16歲 16歲可以藍色的頭髮嗎 學校沒有髮禁嗎 完全不記得 其實我們怎麼可能記得 一定都是爸爸媽媽跟我們講的啊 但我爸爸媽媽好像不特別在意 不特別在意我 這樣問你的爸爸媽媽啊 你小時候是先叫爸爸還是媽媽 他我有點好奇耶 想去問一下 現在學校沒什麼髮禁了 是嗎可是國中 喔16歲不是國中了 要看學校吧 因為以前我們國中還是 還是有髮禁 不懶不燙不怪異 通常第二個都是多生的 不小心就生出來了 拜託我的出生根本就是 為了服侍我姐姐好不好 幫他打理家務 他假日沒回來 然後我在家裡打掃 拖地拖的那個水多髒啊 然後他回來說 我說欸你覺得家裡 是不是變很乾淨啊 然後結果 姐姐還說 蛤有嗎 我沒感覺 我就想說 好就是這種人 妹妹每天做家務 而且我每天洗澡錢 就是因為我們家公寓嘛 就是那個水管比較老舊 就是開了不會馬上有熱水 就是要等一陣子 才會有熱水 然後那個冷水啊 很浪費 就是我奶奶的話 就把那些冷水全部 就裝了一桶滿滿的水 就在那邊耶 就是很浪費啊 我的話我就會洗澡前 我就拿那個冷水 在那邊刷 刷廁所 刷馬桶 刷地板 就是每天都是我在做這些 然後結果 我問他說 你有沒有覺得家裡變乾淨 他還沒感覺 就是要是我不弄 這個家會是什麼樣子啊 早就發霉了好不好 我覺得 真的是 妹妹在做她都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大人的辛苦 我是小大人 不少了不脫 這不行欸 這樣真的是 太難住下去了 發霉乃滋 妹妹 我真的很覺得我出生 那麼就是來服侍我的姐姐 我姐姐就很懶惰啊 她就是那種會躺在床上說 妹妹我口渴了 我要喝水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不想理她 然後自己去倒 不倒是渴死你 但是很懶惰啊 有啦 我偶爾還是會幫她倒水 可是 我覺得她太懶惰了 我就想說這種人渴死算了 太懶了 國術大妹妹11歲 國術 國術才幾歲 國術不是才18歲嗎 你大你妹11歲 所以你妹才7歲 這麼小 好可愛喔 但是怎麼講 兄妹比較不一樣 兄妹通常都是哥哥照顧的居多 小滴也是啊 小滴她哥哥也很照顧她 我就好羨慕啊 想到一個哥哥 可是姐妹不知道什麼 我通常妹妹都是被拾喚的那個 真是奇怪 國術哪裡18歲 國術 喔 國術是不是大學 國術是不是大學了 所以是20歲 22 22 所以是要畢業了嗎 10 13 14 16 19 22 畢業了是不是 剛畢業 恭喜畢業 畢業快樂 畢業快樂 謝謝夏爾的新思冠 Mina姐 怎麼樣現在比我小的都要叫我姐了 是不是 姐弟的話通常是姐姐照顧比較多 還是還是弟弟 感覺姐弟好像蠻好的 姐弟感覺姐姐可以照顧弟弟 但是弟弟也會為姐姐就是拋出來還是什麼 我想像的 姐弟感覺這個關係很不錯 小千想要姐姐 想要姐姐來不及了 可能要等下輩子了 要等下輩子投胎 下輩子跟你換好不好 我姐姐送你們 誰想要姐姐了 我家這個姐姐我不要了 送你們 謝謝詹先生的一萬個讚 Mina應該會蠻照顧弟妹的 應該吧 但是我沒有弟妹 小時候都會跟爸媽吵有沒有 就說我想要一個弟弟 我想要一個妹妹 就是看到別人家很可愛的小孩 就我想要 然後爸媽就說 不要我們家養不起啦 養不起那麼多小孩 養你一個都夠累了 我小時候超吵的 就是 就很像男孩子嘛 就是我超皮的 就是一直亂跑 一直東跑西跑的 很皮很皮 所以他們就覺得 喔 生活一個女孩子以為會很好養 然後就 殊不知 這麼過動 野孩子 跟男生一樣 跟要玩具一樣嗎 我小時候 好像不太會要玩具 應該說有要過 但是發現都不會給我 所以就會放棄 小時候就是會看到別人家 小孩有很厲害的玩具 然後就會 就會說 好想要玩那個什麼 那種辦家家酒還是什麼 然後 爸爸媽媽都會說 好啦你就自己 就是我小朋友嘛 會留在那個 玩具前面看很久 然後爸媽說 好啦你自己留在這裡 然後他們就走了 從也不回就走了 然後你就會放棄 然後馬上追隨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 不要丟下我 他們就會說 好你如果喜歡玩具 你就住在這裡好了 你就自己在這裡 小生家也是 那我覺得這招好像蠻有用的 這招蠻有用的啊 小朋友就是很怕離開爸媽身邊嘛 代表不可能買給我 對啊就說 像我那個幼稚園的書包 我也是背到國小五年級耶 爸爸媽媽永遠都說 好啦都 再一下就畢業了 國中就有國中書包回來 然後就不 死不買書包給我 書包一個才多少錢 幾百塊又不買給我 真的 我那個書包上面就 寫著圈圈托兒索 好像是托兒索 還是什麼幼稚園的 是寫托兒索 我就每天背著那個書包 然後同學看到都會笑我 我就說你 你這個是幼稚園的書包 你怎麼背那麼久 然後說你怎麼這麼可愛 真的 那時候覺得很丟臉 可是因為我 可是我 一直到有一天就是 因為背著那個書包啊 然後就 就有同學就是來找我 然後他就說 你背這個書包 你以前是那個幼稚園嗎 我說對啊 他說他也是耶 他說什麼 所以我們是幼稚園同學喔 就我有因為背那個書包 然後發現有兩個同學 其實跟我是同幼稚園 但是幼稚園的時候 我們不認識人 就認清啊 然後他們就說他怎麼背到現在 可是好處就是發現 因為他們是同個幼稚園 然後就回去翻那個 幼稚園的畢業紀念書 然後就看一下 喔 該不會是這個吧 都要半路認清 書包認清啊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他背這個幼稚園的書包也是有好處 好感人的故事 哈囉李楊 喔李楊你改名叫飛電喔 午安 那背包夠放書嗎 有啊就是那個背包 所以幼稚園 畢業的時候送我們的禮物 畢業禮 就是可以放書 可以放書的 就是正常的那種書包 幼稚園給我們的畢業禮物 對 只是我 我覺得這個禮物很可怕 拜託 幼稚園不要隨便送 書包給小朋友當畢業禮物好不好 一背就背了五年 一背就背了五年 畢業才送 幼稚園有在背書包嗎 幼稚園有在看書嗎 好像 幼稚園的書都是在幼稚園裡面的一些繪本什麼啊 好像沒有 幼稚園有在背書包啊 我沒什麼印象 對啊就畢業送書包啊 還好不是背了15年 因為國中有國中規定的書包啦 而且都畢業了 為什麼還要印有幼稚園的LOGO 對啊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 我覺得不寫那個圈圈幼稚園還好 可是幹嘛畢業了還上面寫那個幼稚園名字 要我幫他宣傳是不是 為什麼我爸媽跟我一樣搞笑 他們就只是摳好不好 或者不想要買 不想要花錢買書包給我 然後每一年就 爸爸媽媽我想要買一個書包 他說這個又還沒有壞 你再背幾年就畢業啦 每次都這樣 講了五年耶 你們覺得送書包可以 但不需要印上LOGO 可是我覺得那個書包其實也沒有很好看 說空要被打電話了 啊他們就 他們很節儉好不好 節儉客家精神 我們家名就不是客家人 怎麼那麼節儉 印LOGO代表永遠都是幼兒園 難怪Mina長不大 幼稚園書包背五年 第六年背什麼 第六年因為我真的 一直被同學笑我背幼稚園的書包 而且背得很舊了 然後後來是因為 我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我姐姐取 好像 我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我姐姐好 那時候 應該國三吧 她以前 國中的時候就是有去補習班 然後補習班 補習班好像也有送書包還是這樣 也是寫 圈圈補習班 可是那個書包 因為幼稚園送的是那種 雙肩的背包 然後那時候 好像大家就很流行背 側背包 就是那種 側的 就好像 比較成熟還是怎麼樣 反正 因為奶奶那時候 就沒有繼續補習了 所以她那個書包 她就說 不然她幫我改造一下給我 好了 然後她好像 我忘記她是怎麼用 她好像把那個 幼稚園書包 不是幼稚園書包 她補習班送的那個書包 好像 把它翻過來 因為她那時候 就會一些縫紋 反正就翻過來 把有字的那一面 朝裡面 封起來 所以就沒有那個字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背的是那個 樹的 樹的 就是尖背的背包 側背啦 那個叫側背包 對 她就稍微改造一下 因為反正她 那時候沒有在補習 她就把補習班的那個書包 就給我 所以我 六年級的時候是 背那個側背的 Mina從小就 代言廠商 沒有 奶奶還是可以的啊 會縫紋 她也只會縫紋啊 縫紋技能點滿 她就讀服裝科的啊 她就讀服裝科的 她 高中大學都是在學縫紋的 縫紋當然厲害 我當然沒得比啊 奶奶從小就這麼會設計 會設計什麼 會設計我 我覺得我一直被她設計耶 因為奶奶是服裝科的 對啊 設計我 謝謝蠢蠢的新知貫 掉入奶奶設計的圈套 被嚇著耶 對啊 這都是奶奶精打戲出來的 茄子今天生日 可以祝福她一下嗎 等一下 我 茄子今天生日 我是當然要祝賀 但是茄子什麼時候成為小千的女朋友 茄子有答應嗎 謝謝阿妮的Kiss啾啾 巧蜜午安 謝謝昆昆的新知貫 好 好啦我來 來祝一下 茄子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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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就扁了 我來發紅包 我來發紅包 都快結婚了 我還不知道 我要來發紅包 ちょっと待って 太久沒發你 大家要準備好喔 嗨 哇 綜合喵喵 運氣很好喔 運氣王 茄子有沒有搶到啊 有耶 茄子有搶到 耶 茄子生日快樂 謝謝不想上班 Kiss啾啾 真好生日就有紅包 沒有啦 本來今天其實也打算發紅包的啊 本來今天也打算發紅包 要謝謝大家 就是這一個多禮拜以來 一直努力的投票 謝謝余溫追蹤 紅包沒出現 欸哪裡 茄子生日快樂 欸怎麼茄子生日還發紅包啊 謝謝茄子 謝謝茄子的紅包 謝謝茄包 茄包感覺是紫色的喔 謝謝小千人love 為什麼茄子可以一直發紅包 為什麼茄子可以一直發紅包 我以為你們都要吃土了 我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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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茄子 我怎麼 我搶到的紅包 比茄子領到我的紅包還多 謝謝蘿莉郎的紅包 哈囉鋼鐵米粉 怎麼改成鋼鐵米粉 午安 晚安 謝謝 謝謝阿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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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姐夫的紅包 謝謝熊熊的紅包 怎麼一個都搶不到 只搶到 我搶到獸心的紅包 是不是要開心一下 謝謝SKY的櫻花魚 謝謝 阿妮的紅包 大家今天怎麼會一直 狂發紅包 謝謝 水錘 謝謝水錘的紅包 水錘頭貼是什麼啊 那是熊妹嗎 謝謝新鮮檸 謝謝孝賢的紅包 茄子生日快樂 哇 茄子人緣很好耶 茄子生日大家都狂發紅包 大家再讓Mina可以再發紅包 真的嗎 但我剛才只搶到27浪花 突如將我午安 我同事 謝謝大家 原來蒼鼠軍還那麼多唇糧 真的耶 謝謝詹先生 大家唇糧很多耶 怎樣學習 學習偶像 蒼鼠精神都有唇糧就對了 謝謝阿妮的紅包 謝謝黑哥的紅包 我怎麼搶那麼快 大家的臉頰也很大 沒有啦 大家很瘦 最後Mina臉頰大 臉頰大 怪怪 臉頰 阿蓬 謝謝阿華 謝謝黑哥 紅包一直都沒搶到是正常的嗎 我也只搶到一包而已 大家手速太快了 謝謝太空的Kiss啾啾 阿蓬 正在學習長臉頰的技能 小千加油 紅包確定是能搶到 可以啦 Mina都有搶到 是說午餐不用料理嗎 好啦 我現在來煮一下 道午安 差不多可以來煮菜菜了 有沒有菜菜 今天吃的很 很簡單 等一下我 今天要煮什麼 今天煮麵 各位我買了這個 蔬菜麵 今天會開比較晚沒錯 我買了這個 我買了這個蔬菜麵 我完全就是因為這個顏色被吸引了 謝謝Eric的Kiss啾啾 五彩繽紛 這個是 蔬菜麵 很健康的 看看喔 還有黃色 黃色的是 黃色的是 好像是南瓜口味耶 黃色的是南瓜 謝謝君翰Kiss啾啾 黃色的是南瓜口味 然後 綠色 綠色 大家猜猜綠色是什麼 大家看過這個麵嗎 我那時候看到這個顏色整個被吸引 然後奶奶就說你真的要買這個麵嗎 他說買這個麵的就是小朋友 就是小朋友會比較挑食 所以就要做這種五彩繽紛的麵 小朋友才願意吃 我就是小朋友 欸對就是菠菜 就是菠菜 綠色是菠菜 然後看看喔 紫色 紫色是紫心地瓜 紫色是紫心地瓜 哈哈 白色是大白糖 沒有白色應該就是原味啦 白色就是原味 紫色紫心地瓜 紫色是茄子 茄子甚至就煮紫色的 可以啊 好不好 還是我今天煮紫色 白色是兔子嗎 兔子可愛 Mina真的很喜歡兔子 紅色你們猜猜紅色是什麼 紫色薄茄子 可是人家明明就是紫心地瓜 呵呵 倉鼠要多吃菜 但我今天中午可能就簡單煮這個拌麵就好了 謝謝劍谷的咖啡豆 番茄 紅蘿蔔 不是 啊俊哥答對了 對對對熊熊也答對了 這紅麴 紅麴感覺好養生 而且粉紅色的麵好可愛喔 火腿 火腿是也好吃 其實煮這個麵可以自己加一些料 應該會很不錯 可是因為我早餐 剛吃完沒有多久啦 所以 啊謝謝玉超紅包 謝謝家人追蹤 不是草莓 草莓醬酷酷酷 沒有草莓口味 對 那今天茄子生日 我就煮紫色的吧 你們剛好幫我決定了 炸醬麵 Mina沒有炸醬 我今天應該就做簡單的拌麵 那我先滾一下這個水喔 下一條要滾水 我們蓋著它比較滾的快一點 哈囉 Nagazuki 午安 滾水燙茄子 為什麼獸心要被燙 茄子打成醬 茄子醬 以前是不是有個卡托人物叫什麼醬啊 好像不是茄子 是茄子醬嗎 怎麼覺得好像有一個人物叫茄子醬 本王上班沒辦法看 要你跟我說一聲恭喜 謝謝謝謝本王 我剛剛有看到本王有來 謝謝本王有幫我投票 謝謝 Mina開心 茄子蛋 茄子蛋是樂團吧 生日就要被煮來吃 小白兔什麼時候生日啊 煮個白色的 兔子麵 剩十天要跟竹竹一起過生日 喔小風仔跟竹竹同一天生日啊 不叫人也好 茄子明明大家都很喜歡茄子 大家都傲嬌啦 今天來剪開這個麵面 我看一下這可以放到什麼時候 我可以放2021年 這可以分很多次耶 以後我直播一次煮一種麵 OK Open香 茄子醬 我真的記得以前有一個什麼醬 可是我這樣剪開是不是很不好保存啊 而且我要拿到紫色的這個麵 我要怎麼剪比較好 可以撐五次直播 對啊 可是我要先吃吃看這個紫色的 紫屬地瓜 有沒有地瓜味啊 會香五彎 感覺味道應該不會差很多 只是顏色不一樣 裡面沒有一包一包蜜蜂啊 沒有耶 所以我在想到要怎麼保存 瘋包丟冰槍喔 所以我今天煮了之後就要丟冰槍 剪開它用塑膠袋吧 好 那我就剪囉 冰冰槍應該比較好 一打開就聞到一個很養生的味道耶 有夾鏈袋嗎 我家沒有夾鏈袋 沒關係我用塑膠袋包起來 好好要午休了 好好拜拜 真的有地瓜 現在聞不出來啦 現在都是 都是生麵條味道 可是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 養生的感覺 養生的感覺 不知道 養生的味道 這一塊會不會太大 我也覺得 我吃得完嗎 如果我吃不完的話 我可能晚餐再繼續吃 但是我只要直接煮 一杯幾碗 茄子味感覺很怪 今天變成紫心地瓜了 水滾了嗎 應該快了 對啊 這個一塊 我吃會不會太大 好看喔 它一塊應該是 一塊應該是80公克 80公克的麵 你們覺得Mina吃這樣子 是不是會太多 還是我要熬一半煮啊 留晚上會不會 不好吃 我大概三分之一 你們覺得呢 但是我沒有要加別的料 可以嗎 好吧 那我煮看看 你們輕輕鬆鬆 我也怕我吃不完 我今天沒開燈好像有一點暗 是不是 感覺好像有點暗 還沒準 是不是有一點暗 還是我手機螢幕的問題 80克只有外面拉麵的一半 所以外面拉麵我都吃不完 有點喔 我開個燈看看 等一下喔 我們家應該比較老舊 那個燈要一點時間 才會亮 這樣呢 這樣看起來好像 有沒有好一點 有沒有好一點 你們覺得煮一半差不多 還是接米娜來大胃王挑戰 挑戰吃 一整塊麵 有嗎 有比較好 因為今天好像天氣不太好 平常 中午開播我都不開燈的 想說省電 米娜也很摳門 省電 那今天好像因為有一點陰天的關係 所以光線有點暗 大胃王挑戰整包煮掉了 對啊 我覺得我不知道吃不吃得完 但是我會試試看 這在倉鼠界我已經是大胃王了耶 倉鼠絲那麼大一塊麵 五塊顏色全部混在一起 欸我很像有看過外面有賣這種叫什麼 彩虹麵 彩虹麵 就是這樣子的 陰天在不開燈的房間吃麵 Eric在唱歌嗎 有啦我現在開燈了 對啊我有看過有彩虹麵耶 我之前好像IG有PO過彩虹麵 挑戰吃一公斤嗎 欸這樣一大包 一大 一大包 420公克 五八 對啊一個真的八十克耶 這樣一袋也才400多公克耶 要吃一公斤 兩包都還不夠 那我來丟茄子口味 不是是紫薯地瓜 喔紫星地瓜 那我要下面囉 啊好像吃的好醜 啊有點卡住了 稍等待 等一下等一下 水已經很滾了 欸真的很 好像煮起來可能還好 看得出紫色嗎這樣 要下去囉 茄子掰掰 生日快樂茄子 一日的紫星地瓜茄子 嗨下去囉 哇 月月晚安 不是晚安 午安 生日快樂下鍋 生日就要丟下水玩 那個惡者獸心是不是 是 卡哇伊 午安 茄子水玩還OK嗎 會不會不夠熱 都沸騰啦 都沸騰啦 茄子皮都要掉了 茄子皮都要掉了 茄子在泡湯 OK各位 我們現在在等麵館的時候 我們好像可以來唱唱歌 我們來唱唱歌 應該唱完一首歌 麵就差不多滾了 不是麵滾了 麵就熟了 它上面是寫說 大火要煮約5到7分鐘 所以我們現在來唱一首歌 然後煮完應該就差不多了 謝謝佳豪的新詩冠 茄子瘦心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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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茄子瘦心點歌快 唱櫻花瓣喔 春日還要被酷刑 好辣給瘦心點點歌嘛 謝謝雞腿的熱福 它寫要5到7分鐘 茄子蛋喔 茄子之本措手不及突然不知道點什麼歌 我來聽茄子蛋的歌 什麼 麵娜唱自己想唱的 麵娜想要唱的歌 麵娜最近很喜歡 晨星樂 那我來唱晨星樂的歌 其實我一直很想要cover成晨星樂的歌 可是因為我一直覺得我的聲音 唱不出它那麼 就是很有女子力的感覺 我唱一首我最近很喜歡的是 智愛好了 我最近很喜歡智愛這首歌 唱給你們聽 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唱它 那麼有那種power的感覺 先試試 好 我的心 你的心 亦沒有交情 我看著你 手水裡 嘴角毫無效益 為什麼我要這樣欺騙自己 說什麼你還是當初那個你 我已經沒有分辨名利的能力 只能用力問著你 想用身體丟住你 但我 感覺像是 每一天都掉了 而且我 痛 這樣的痛 你懂不懂 我看著你 我看著你 可我心裡 卻空無一人 你是我的 只愛 也是我的 只愛 盲目的等待 你看著我 卻看不出來 我才自焚 你是我的 只愛 也是我的 只愛 笑著卻千代 你們是我的 只愛 喜歡這首歌耶 我的心 你的心 亦沒有交集 我看著你 手水裡 嘴角毫無效益 為什麼我要這樣欺騙自己 說什麼你還是當初那個你 我已經沒有分辨名利的能力 只能用力問著你 想用身體留住你 但我 感覺到 每一天都掉了 而且我 痛 這樣的痛 你懂不懂 我看著你 可我心裡 卻空無一人 你是我的 只愛 也是我的 只愛 盲目的 等待 你看著我 卻看不出來 我在自焚 你是我的 只愛 也是我的 只愛 好愛 空無一遙 盲目的 等待 卻看不出來 我在自焚 你是我的 也是我的 最愛 笑著 全天 待 好喜歡 這首歌 超喜歡這首歌 至迷無安 希望大家喜歡 最近真的很喜歡 成星月 謝謝你哥的奇步驟 謝謝米酒 謝謝企鵝 謝謝阿 不過這首歌才三分鐘而已耶 這首歌才三分鐘 好 謝謝熊熊的告白氣球 我其實一直很想要cover這首歌 但是 我覺得我的聲音 就是聲音那個厚度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我一直在想 音很高 對成星月的音很高 他唱歌好厲害 麵可能還硬 先拌一拌 應該這個麵要煮得比較久一點 他們不知道整點的時候應該可以 蘿莉郎 蘿莉郎不是在掛廳嗎 意外的需要煮 茄子意外的欠竹 唱一二三木頭人 我之前好像有唱過 要再唱也是可以 要再唱一首 可以阿 這首是成星月的 算是新歌 也四月份發行 Am I Who I Am 好好聽喔 好喜歡他的聲音 真的很羨慕 只有那種 天色聲音很渾厚的人 茄子最近很愛聽福利熊 福利熊是什麼 有點好奇 福利熊 真的有耶 全聯福利熊 什麼啦 真的嗎 全聯的廣告歌 這首歌那麼好聽 我真的不冷心咔掉它 我那麼常去全聯應該知道 全聯會放的歌嗎 請支援收影 是哪一首阿 萬兔福利熊 還有82萬點閱 真的假的 收心這樣我不要咖歌 好不然等這首歌播完 等這首歌播完 我覺得麵應該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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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喔 輕輕拌開拌勻之後 就可以倒入完走 他說要先熄火 他說要先熄火 紫五萬 欸紫 我今天煮的麵是紫色的喔 是紫心地瓜口味的麵麵 不要福利熊 每次下班打電話給茄子 唉唷你們真的是情侶喔 就聽到福利熊 為什麼阿 茄子是在全聯上班是不是 茄子半夜生日慶祝就在唱福利熊 所以茄子生日不用唱生日快樂歌 唱福利熊 好麵好 我要拿起來 紫色的麵很漂亮 而且全個 顏色就是很好看 不是那種色素的顏色 好看喔 這樣看有一點像粉紅色耶 有一點像粉紅色 哇 我真的突然覺得我吃得完它 可是我好像一定要拿起來 不然麵會軟軟 我知道了 我決定把這個麵分兩碗 因為我覺得真的蠻多的 我覺得蠻多的 80克真的不多嗎 搞不好我等一下會吃完 但是請容許我現在先分兩碗裝 我覺得應該要到晚餐才能吃完 對不起喔 現在給你們看我的後腦勺 那我在裝麵麵的 紫色的麵真的很好看 很難裝 等一下喔 快好了 裡面還有兩條麵不出來 你們要乾淨 不可以浪費 OK 麵麵要下水 紫色的麵好好看喔 茄子是麵粉 茄子 紫色麵麵 而且它這個顏色很漂亮 顏色很好看 很多喔 我覺得這個分量真的可以吃兩餐 所以我分一碗可能晚餐吃 這個是 今天中午先吃這樣好不好 等一下不夠再加嘛 我覺得午餐可以吃多一點 我再撈幾條麵過來好了 多加一條麵 米娜吃麵一條一條帥的 80克跟你家貓一餐的罐頭量一樣 可是這80克煮完 它煮完吸水了就不只啦 煮完應該有200克吧 很多耶 我現在調味喔 來準備我的那個 我的醬 就是我偷偷調好的醬 這次是很簡單的那個 醬油跟醋而已 醬油跟醋耶 我們就吃個簡單的 簡單的麵 再加囉 先加 這樣應該夠了 然後我們加 加一點芝麻會比較香 拌麵就是要加芝麻 這一餐好省 已經比平常多了好不好 平常都是吃什麼 平常都是吃 吐司 吐司一塊 一片吐司 才五塊錢 然後加抹醬 抹醬也沒有很貴其實 加芝麻就很好看有沒有 就擺盤的感覺 感覺下次可以再加個蔥花之類的 我喜歡芝麻多一點 請原諒我加了這麼多的芝麻 很香 然後可以再加一點麻油 麻油 你哪意外發生茄子屬性 茄子屬性是什麼 加一點麻油會更香 好一滴滴就好了 我們健康一點 完成了 配料好多 吃簡單的東西 但是 也是要吃的有味道 完成囉 接點你一個掌聲鼓勵 加芝麻感覺很棒 對啊 我來吃吃看這個紫薯 不是紫薯 紫心地瓜是不是就叫紫薯啊 少了一點綠色 因為午餐就簡單吃個拌麵喔 那我要開動喔 先把它拌拌 這樣就 這樣還有紫色嗎 漸層感的麵條 我來吃吃這個蔬菜麵 而且我自己很喜歡吃這種 算是比較有一點 粗的這種寬麵 因為我覺得這種麵吃起來 比較有口感 開動喔 跳課看我 要乖乖上課啦 開動 我很喜歡吃那種刀削麵 就是很Q 感覺真的有嚼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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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喜歡的那種 有口感的麵 很香 果然是吃不出地瓜味 茄子味重嗎 有茄子味就厲害 我連地瓜味都吃不出來 嗯 只數地瓜 那個薯可以喔 米索五安 好吧真的吃不出來耶 加那麼味道吃不出來正常 所以我剛剛應該先吃原味的嗎 我腳上也沒有被污染到的 這個這個 這個看起來沒什麼辦到 上面我吃吃看喔 不行 不行果然還是吃不出來 不行果然還是吃不出來 什麼污染 那個 有時候被醬油污染了 被 還沒有被醬油污染 還是吃不出來 是我味覺不好還是怎樣 這個麵好像本身就 有時候 可能只是拿顏色吧 味道沒有什麼差別 米納晚餐要吃多少量 我晚餐其實不太吃澱粉耶 很少吃澱粉 就是吃一 也不一定啦 其實都會吃 就是如果自己在家煮的話 晚餐就是吃 青菜 燙青菜 豆腐 蛋 大概就這樣子吧 那偶爾也會吃 什麼章魚燒之類的啊 一盒大概這樣吧 然後再配水果子 吃旁邊那盤新的 喔對齁 都忘記了 可是我覺得 它真的吃不出什麼味道 旁邊有一盤 沒有被醬油污染的鞋子 你們直接說 這紫薯是茄子 好啦我吃吃看 可是就沒有 一定沒有味道啊 來 找到一條沒被污染的 感覺就沒味道 連紙索甜味都沒有嘛 好我試試看喔 可是沒有什麼味道 沒有什麼味道啊 那你要說咬酒有甜味嗎 有啦 就是 像白米飯 你咬酒也會有甜味一樣 那畢竟還是麵粉嘛 不行還是要加醬 畢竟只是茄子 茄子本身也沒有味道啊 就一個茄味 可是茄子 還是要調味才會好吃啊 什麼 醬爆茄子啊 還是什麼 還有什麼 茄子 我只知道醬爆茄子 沒有 能在面舞啊 其實這本身是好吃的 可是 如果沒有味道吃的話會蠻噁心的吧 就是最好吃的東西還是需要 鹽巴或是醬油的點綴是不是 謝謝小龍的咖啡豆 一定要加醬 就是要調味啦 調味料很重要啊 你外面已經兩個月沒工作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吧 砂糖不用 因為米娜已經很甜了 所以不需要砂糖 被小千汙染了 小千是醬油嗎 歐島油很黑 好吃 為什麼小千是黃瓜 我來聽一下那個 福利祥主題曲是什麼 我來聽過 這是日本人 日本人做的 很好吃的耶 HAPPY EVERYDAY HAPPY EVERYDAY 原本是你真的有這首歌嗎 原本是你真的有這首歌嗎 我真的沒聽過這首 為什麼我去全聯他都沒放這首歌 他就是改編還是原本就是這首歌啊 原本就是這首歌 那他找日本人來作曲 這麼厲害 那 你去 enseñ那isy 刀放jobs 對啊 他怎麼要找日本人作曲啊 店員很不想怕 店員很聽膩耶 鑽 這首是造成你全聯都逛很快的原因 我真的很喜歡自己一個慢慢逛全聯 就是只要經過就會想進去逛 雖然沒有要買什麼 為什麼茄子愛聽這首 不知道為什麼是蠻可愛的啦 進來看看咖啡豆 米娜都要去聽歌 我知道什麼我都沒聽到了 因為我是耳機控 我永遠都戴著耳機 而且我戴的耳機是耳塞式的 就是隔音效果很好 所以我都其實都聽不到旁邊人 跟我說什麼 所以可能有其實有放 可是我都戴耳機聽自己的 所以我不知道 苦安 紫色的麵已經完全不是了 下次來做個湯麵 下次加鹽巴就好了 才不會汙染它的顏色 謝謝小風打 好吃 好吃 而且阿華可以使出丟 好聽五安 阿貴五安 祝我們個五安 這是小玉的咖啡豆 謝謝志偉哥哥 真情告白 謝謝小白兔的新之冠 完整版 謝謝志偉哥哥 真情告白 鴿子很搭 很好吃喔 一小時吧 沒有啦 結束了 有種怪渣的感覺 怎麼那麼怪啊 唉唷 不想點到悠悠台了 我們來聽別的歌 我們要回來 這個是什麼 翠樂團 今天茄子生日 我們來聽茄子蛋的歌吧 我們要搜尋一下茄子蛋 茄子蛋 茄子蛋哪一首歌好聽 之前潔心有cover過浪流連 我們來聽浪流連 不是讓茄子 對不起翠樂團 茄卡哥 R6叫不來 不來就算了 都播完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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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流連 不是浪茄子 謝謝太空掌聲鼓勵 茄子蛋都是唱台語歌嘛 可以再唱歌嗎 等我吃完看還沒有時間 當冰燉這個長得超像茄子蛋主唱 還是其實他就是 他就是 謝謝熊熊 有芝麻的部分好香 這福利熊課金一萬 怎麼會買到那麼多啊 好華哥不是都吃吐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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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華無安 米娜吃麵吃到臉紅紅 有嗎 有嗎 我這樣講 米娜唱茄子蛋糕會很驚演 但如果台語不好 我覺得你們會笑出來 茄子很辣啊 我沒有加辣椒 我想說最近要吃清淡一點 買一堆八折豬肉 可是那些肉也不能放太久吧 讓妳要去上課 讓妳掰掰 Mina也快吃完了 這也效果還 嗆辣紅茄 可是你們自己主義的樂團 叫嗆辣紅茄 加生辣椒也很健康 促進協議循環 餐廳 難道Mina沒加辣椒 我想說這個是養生麵嗎 養生一點想說 吃的原味一點 加一點醬油跟醋就好 那我吃太好吃了 而且她也有一個美食 我吃很辣 我吃到很辣耶 我去外面吃 馬辣鍋 我要點大辣的 嗯 嗯 真的很喜歡吃啦 也很會吃啦 謝謝紹凱 最後一口了 最後一口吃了 完成了 好吃 Mina吃麵比較快 好像是耶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麵 那有吃飽嗎 有啊 另外那碗可以晚餐再吃 再加一點青菜什麼的 盤子先 暫時 暫時放在這裡 直播完再收 這樣其實蠻少的 薄了 我去外面吃乾麵也都吃不完 那種小碗的乾麵 40塊 看40塊都吃不完 只有麵會很快 不會啦 很快又吃晚餐了 現在都一點半了 很快 Mina倉鼠味 Mina本來也吃不多 工作的便當會吃幾%喔 我會把菜跟肉吃完 可是不吃飯 我不太喜歡吃飯 平安直播吃的零食就比我這碗多了 真的喔 我零食 可是零食本來就很容易 吃很多啊 因為零食就是很順口 只是我好像直播的時候很少吃零食 對不對 Mina會喜歡剝皮辣椒嗎 有辣我就喜歡 比阿蘇體重一半還少 所以阿蘇有80公斤 真的嗎 看不出來 喜歡吃粥嗎 喜歡阿 我也喜歡吃什麼 皮蛋瘦肉粥 還有八寶粥 你說甜粥還是鹹粥 我好像都蠻喜歡的耶 有段時間沒開箱 請原諒最近的Mina都在吃吐司 有時候看到一些很新鮮的東西 但是 像之前說的那什麼 珍珠奶茶口味的零食 可是 西方四十五有一點貴 有點 買不下去 好啦 我還是 我可以為了直播買開箱給你們 如果不好吃你們就不要買了 可是就算我這麼說 你們還是會去買對吧 是真的貴 對阿 我常常買東西想要買什麼食物吃的時候 就想到 22塊錢的吐司 可以吃一個星期的早餐 午餐 然後再買一個隨便什麼東西 就是 就是兩倍價錢耶 可以買兩包吐司 想了一下就會 就會放下來 想說算了 我是蠻喜歡嘗試新鮮事物的人 只是 對 開箱的話也是蠻花錢的 22一星期真的太平了 大家一起努力存錢 一星期 下次可以預告要吃什麼先買好一起試 可是萬一我沒買到怎麼辦 我很節省 這是爸媽教的 我爸媽教的 因為我爸媽也都很 不是摳喔 是節儉 吃吐司不會飽 可以加一點抹醬的話呢 抹醬其實也不會很貴 大概幾十塊錢就可以抹很多次 你們可以不要像Mina抹那麼多 你們可以不用像我抹那麼多 沒關係 我也不是每次都抹那麼多 看心情 心情好的話沒有味道的吐司也好吃 有時候心情不好就會想要多磨一點 巧克力醬還是什麼 可以PO線紙跟大家說買到啥 那我們就變業配了 覆盆紙還剩下多少 覆盆紙還有很多啦 今天好早上會 什麼 今天好開會結束囉 叮噹鼓要先去上班了 叮噹鼓掰掰 上班加油 今天就吃沒抹醬了 我覺得 沒有抹醬的話配 有糖的豆漿或是牛奶 鮮奶都可以 那因為我現在喝的是 我比較習慣喝無糖豆漿 所以我可能就會配比較 比較甜一點的抹醬 就是中和一下那個味道 但是 因為鮮奶的話單價也會比較貴一點啦 所以吐司布抹醬好像也是可以接受的 只是 哪裡花的錢多了 哪個部分就要再減少開銷囉 全聯的蜂蜜口味吐司 有啊那個我之前有買過 有很多種口味 還有什麼豆漿吐司 我都有買過 可是因為我 最近 最近比較喜歡吃厚片 因為厚片 一片我就可以 比早餐加午餐 可是如果是那種 薄片的吐司的話 就是比較適合當早餐 但是我午餐就要另外吃別的東西 通常夏天比較會買薄片的 冬天的話就是 就是吃一片厚片的第一兩餐這樣子 也是蠻省的 全聯現在有布丁狗奶凍卷 有我昨天去有看到 可是 那個好吃嗎 那個好吃嗎 我還沒有看人家開箱過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 結果還是很貴 每次經過全聯的甜點 都很想要試試看 可是 可是結果還是蠻貴的 就是最便宜的那種 小蛋糕有五六十塊 很心痛 除非 看到有打六折八折 我才有可能會去買 不然真的捨不得 那個布丁狗只有一張塑膠紙 是不是就有 就是在賣那個品牌 對啊 好不好吃 不知道沒六折買不下去 跟我一樣 除非這 八折的話會考慮 但六折的話好 買吧 今天犒賞一下自己 現在就是要比較省錢一點 現在一點半了 我差不多來唸一下排名 我現在來唸個排名 今天的第13名是 漢漢 謝謝漢漢 第12名是 玉安 謝謝玉安 第11名是 企鵝 謝謝企鵝 第10名是 家豪 謝謝家豪 第9名是 妮哥 謝謝妮哥 第8名是 孝賢 謝謝孝賢 第7名是 富偉哥 謝謝富偉哥 第6名是 阿東 謝謝阿東 第5名是 小瘋仔 謝謝小瘋仔 第4名是 紫薯 一日紫薯 一日紫薯 地瓜 謝謝紫薯 地瓜 切子生日快樂 福利熊 熊福利 福利熊 熊福利 三日快樂 好 第3名是 熊熊 謝謝熊熊 第2名是 台北詹先生 謝謝詹先生 第一名是 阿基拉 謝謝阿基拉 阿基拉 阿基拉頭天好可愛喔 阿基拉 阿基拉 謝謝大家看今天的直播 謝謝大家 紫薯地瓜感覺好醉 對啊 因為薯就是地瓜了 還是叫紫薯茄子 紫薯茄子 阿對 因為這禮拜是連三天直播 下次直播就是明天的晚上 明天的下午啦 下午5點 然後跟大家一起吃晚餐 結果明天晚餐又是吃這個麵 有沒有 因為可能晚餐不太吃澱粉的話 可能就明天午餐 明天午餐吃 那你們又看不到這個麵了 不知道 不知道明天會吃什麼 明天來直播就知道了 謝謝志偉哥的新知貫 對明天午餐見喔 今天很開心 今天Mina也開心 謝謝志偉哥 謝謝大家 謝謝茄子 不是茄子 是紫薯茄子 對 4月34月團直播 所以Mina就沒有直播了 對 明天 明天大家等一下先不要走 明天下午4點 明天下午4點 明天下午4點要記得收看 哈囉 我是格格 我是Mina 跟施雅隊長 還有 不是施雅隊 Mina跟格格 還有李懿 李懿姐姐他們的 運動PK賽 對 然後飲的人聽說 龍蝦大餐 大家快來幫Mina集氣加油 好嗎 明天下午4點 要記得收看喔 謝謝大家 愛你們 大家掰掰 欸 等一下 明天4點 我看完格格剛好接直播 喔對喔 嚇死我 我以為我直播會撞 沒有撞就好 對 我是5點開台 不是4點 那看完格格看Mina 嘿嘿嘿 大家要一起 幫Mina加油 我先去看格格 大家巴布 掰掰 自己嚇自己 阿努那集掰掰 哈哈掰掰 只是說結直掰掰 你們才不知道現在要多不情嘛 大家掰掰囉 去 上班的上班 去吃飯的吃飯 去上課的上課 大家掰掰 不用也很開心喔 棒棒棒 掰掰